大家好 欢迎来到Q场主谈就业第12期 欢迎我学习到朋友 我说的学习到朋友真的是 特别问你一定要相信 我说的这是一个真话 我认为如果能够改变你命运的一个东西 你来evaluate现在还是最重要的话 我认为学习能力是最重要的 性格什么其他的东西都很重要 但是他没法量化 但是学习能力能给你的东西 能不能把它快速的找到的症结 然后能够找到几个方案 然后能够从别人的知识里面提取 说你需要的营养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先报告大家一个好生日 6月份应该是5月底到6月初 就这段时间 在我折服的这两个星期之内 有三个同学找到工作 一个QA 然后两个数据分析 所以同学们要抓紧时间要加油 我相信不光是对你没有信心 对我自己也很有信心 我上课讲的这些数据分析相关的 还有这项目上相关的 还有简单单式相关的 这些东西 我认为都是十分贴近于外面的工作 或者市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一直跟大家说 如果你找工作 你要保持一定的工作压力 并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过程中 你要回来repeat 因为我的所有的课 只要我讲 我就会在不停的调整我的授课的内容 因为 传递知识我这肯定就是传递不了什么 高中间的东西了 因为我这就是一个 就是教技能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说我能告诉你 就是外面有什么变化 只是技术 知识 应该去大学里面去学 所以你如果要是还没有找到工作 你上过我的课 你要不停的回来repeat 每一次repeat肯定都不一样 我给你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以前讲数据分析这一块 我讲我用这编程里面是pro 就是我现在讲免费课的这个点 那最近从这一期开始 我就把它切换成python 为什么把它切换成python 就是因为下面 外面用python 用的越来越多 特别是几个银行 应该基本上 我刚才还去跟一个朋友在讲 就是现在的基本上数据分析 应该是python 然后它加上spot 还有scalar 其码来说 比如咱就说scolarbank scolarbank现在就是python spot 然后有一些奇法的银行 它现在在python scalar 分析类的工具并不是不重要 分析的工具也很重要 比如说excel也很重要 SaaS也很重要 这些都是工具嘛 都是浮云的 今天用这个 明天就可能用别的 核心 两个东西 一个是编程语言 一个是数据库 不会数据库 不会编程语言 你会再多的工具 都是只能是在工具这个层面上去 去玩下去 就走的不长远 OK 那回到今天我们要谈的 今天呢 请到Cherry 这是两三年前的这个同学了 当时是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找到工作 我记得是business analyst 所以说我 我跟他去联系的时候 我说Cherry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找business analyst的这个经验 然后他说 No 我现在已经是这个data analyst 我说well that's even better well let's see maybe I remember it wrong or maybe you have some kind of transition happens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我们就来去请他和我们谈一谈 还是那老的那几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那些问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看他这个在找工作的这个过程中 有哪些经验 有哪些 如果他能够说出哪有哪些教识 也能够让我们这个吸取一些教识 不管怎么说吧 再一次感谢所有的所有的能够站出来 能够花时间 来和我们分享他们经验的这些同学们 确实是很不容易同学们 就是能有人站出来 跟我们来分享这个经验 我去contact了很多人 上学的时候跟你就是关系很好 老师长老师短什么什么的 他一上班之后你再去找他 你说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经验呢 我说也不是为了做广告 也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为了让其他人能够 这个知道这个 中间找工作的这些这些trick 就会有很多理由啊 老师我这比较忙啊 最近什么那个 我这个东西都是confidential的什么 反正而言之 就会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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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理由 那每一个能够站出来 能够和我们来分享经验的同学们 我都是特别感兴 好 谢谢 那我们就连一下他啊 好的 好的 OK 好 那么现在我就连上了这个Cherry Cherry 那个多长时间上班了 我们好久没见了 好像有那个一年多快两年了 到今年九月的话 almost two years, right? 对 对 那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你跟我说你的position 是这个business 对 因为 没有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说能找一份 就是可以移民的 当时就是属于类似 好像是A类这样的工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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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呢 就找着找着 也是比较巧合吧 他们也是看到了我同样的简历 但是他们就给了我数据分析这块东西 对 对 对 然后 就主要还是侧重于做一些报表之类的 就是跟这个report相关的是吧 对 对 但是运用的其实也有关于那个business analyst这方面一些 因为你教过我嘛 那些东西也有用到 具体的能有哪些呢 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是用那个SQL 这个是就是我们完全就是用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那个Excel 然后从数据库把数据拿出来 然后连接到Excel 然后就做成相关的报表 OK 就是就是retrieve data retrieve data from database right 对对对 对对 我们东东公司就是就是好像就是在SQL里面的数据库吧 他就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界面 然后上面可以输入一些信息 然后那个信息直接会download的到我们的数据库里 啊 OK 那这个基本上我就知道了 就是说有一个有这么一个database 然后呢 对 公司有一个开发出来一个界面去access这个database 对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界面上去输入各种的cd 然后结果呢 嗯 然后再retrieve data 回来 对对对 然后再retrieve data 然后再retrieve data 你再根据这个结果呢 去做出各种各样的报表 是的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 那个就是我能知道一下咱公司的这个它主要的这个是做哪 哪方面业务啊 好我们单位是就主要是啊就是跟医院跟社区服务中心相关就是我们主要是服务病人就是很多人就是通过医院或者通过社区或者其他渠道家庭医生然后他们refer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给他们做什么一些assessment然后根据他们的那些评估然后给他们放到不同的所谓的那个疗程里边 然后我们主要是对用一些数据去说明他们做的怎么样 比如说他们每一个月有病人就多少病人放到了这个疗程放到了另外一个疗程就是类似于这样 这个有点像那个clinic trial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ok那这个这个可以一直干一直干到这个退休吗 因为那个这个是不会破产的 我不知道反正他是给一份就是permanent的一份那个 嗯对能不能看到退休我不太清楚 反正你肯定不能看到退休了 你这个这么好的学校出业了 华语楼毕业了 然后你一定还能有一个就是更加好的一个工作 这个倒是这个你是从那个畏业的时候是什么专业啊 我是统计专业 对 我有一个问题 我这里面有看到 什么问题呢 就是 你看你是统计专业 统计专业应该是在 应该是一个十分 十分多的 对 比如说 你现在回头 就是你刚毕业的时候 人家就是 就给了你这么一份工作 你能做吗 其实我觉得 说实话 我刚毕业 我真做不了 因为很多东西我不知道 就因为 就是跟你上课 然后你就告诉我很多 就是相关的软件什么的 所以你去面试的时候 他们会问你 你会不会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再加上 就是说他们会问稍微 他不会问特别深 但是他会大致要了解一下 你是真懂的 所以作为一个刚毕业的话 我其实我什么技能都没有 没有技能 对 就是说 就是knowledge 这个我觉得你肯定是有的 你只是去查这个 feel 对 对 这个对 就这个 比如说你要面试 人家不可能去问你说 你统计里面 你学了哪些东西 那如果这种情况 你怎么去做 人家只关心 你会用这个软件吗 那你怎么去用这个软件 他们好像 特入于这方面 就是他就比较功利是吧 他就是说 对 你要会这个 我就要你 不会这个 你怎么去学习 对 就类似于这种 他不会去问你说 啊统计里面 啊这个 这个 这道题怎么做 不会 他就说 把这个东西放到 你要的软件里面 你怎么去实施它 对 我问一下 我现在知道呢 你这个 sql是你的primary skills 然后呢 有没有设计到任何编程呢 比如说 有没有写任何scripts啊 呃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们就是可以去写 那个什么 stop procedure 然后可以写view 可以写什么 就是就怎么看 你觉得怎么方便 如果你觉得 呃 有些东西 你可以很简单的 用什么select 直接一拿就拿到 你就可以 如果有些东西 你觉得这样做的话 会很费时间 或者怎么样 你也可以写成 stop procedure 也可以写成view 都都可以 对 对 OK 那就是说 你做这个专 你做这个工作啊 嗯 跟那个数据 还是 因为你 你现在说的 这些东西呢 就是 都是 Coin 这个 这个 拆出 那你们有没有写过 比如说 用那个 比如说 Windowscript啊 或者Python啊 或者是Pore 这些东西呢 哦 这些东西 好像我们没有太多设计 那么我再问一下 就是说 你是不是和谁打交道最多呢 我们主要是和那个内部的一些经理打交道最多 然后 对 我们做的东西主要是给那个头头 就是上面的头头看 然后有可能要问政府要funding 或者是政府给我们 那个funding 我们要给他们看我们做的怎么样 嗯 对 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两个就是 嗯 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收到过一个什么样的request 嗯 嗯 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有人会发一张ticket 就比如说一个护士的一个经理 他说他想看一下 最近这一年里面我们这个他们这个所谓的项目 也就是那个疗程他们做的怎么样 然后呢 你就会跟他去开会 因为有些东西你也不懂 然后有些东西他其实也不太清楚 他只清楚他的项目 但他不清楚数据的表现形式 然后你们就会经常开会 开完会以后 你们就各自大概了解了一下 具体想要的什么 然后你会做成一份 你会先做成一份 就是大概叫draft一样的东西给他们看 然后呢 他们看完以后 他们会有各种问题 如果他们觉得OK的话呢 最后呢 就是这份draft的就可以变成最后的一个东西 如果不行呢 就各种改 然后改来改去还不行 然后再开会 就属于基本上是属于这么一个流程 那就是说基本上 一天不太让总结一下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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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ically 就是 就是 starting from a ticket 对 然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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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的 their business request 对 那我们的翁合就是你们 planned to collaborate with together 我们在讨论这些 这些地方的事情 其他这些地方呢 我们在讨论里面条件 Or we will meet some information or just clarify the requirements nale down the details 然后呢 根据这些 为这些 clarify the requirements 你开始去做一个 draft 或者叫做Proof of Concept 然后呢你就Present 你这个做好的东西呢去给这个Business User Business Review 然后Provide Feedback 然后你再去Coprate Their Feedback 然后你再去 再给The Second Version Third Version Eventually you guys reach to some final finalized reports 对对就是这样的 基本上是这样是吧 对对就这样 其实你在工作里面呢 有三分一的工作 他就是在做Business Analyst 给你的title是没错的 是是没错的 对啊就是说你有一天你出去找工作 你说我是做Business Analyst的 一点错都没有 因为你这里面有 因为你们公司他没有一个专门的人 去帮你去work with the business people 去collect the requirements 所以说 没有 对啊你没有吧 所以说 Your title is Data Analyst but you still work partially as the Business Analyst 就是起码你去 去cover的这个很大一部分的这个 这个 functionality 因为因为你就是你要collect the requirement 然后呢你还要想办法去document这个requirement 你还要confirm the requirement 然后你还要finalize the requirement once you have the finalized requirement 你才开始可以去做报表 对 对 对 是的 是这样是吧 是的 你就可以跟他们说 我就是那个 我都设计 我又设计Business 又设计数据 然后还设计报表 对 对 对 这个确实是一个 就是 其实这个report analyst 应该说这个就业面是特别广 因为在几乎在任何地方 他都会需要这种 这种 嗯 是 是吧 那个 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你你现在在这个职位上 工作了一年多 然后你觉得你最大的challenge 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你 你我们其实花最多的时间就是 呃跟客户之间聊 到底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这方面是花的是最多最多的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怎样才能把他们的想要的东西 呈现给他们 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呃 他们懂他们的流程 但是很多数据这方面 他们不熟悉 然后有时候他们说一些东西 嗯 你听着很make sense 但是其实你真正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我们最多的问题就是 很多东西就是你给他 然后再重做 然后再给他再重做 就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哦这个就是 其实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三个东西 一个是收集这个requirements 那收集这个requirements 你得就是find the right way 应该叫什么 find right way for the right question 对吧 对 并且你问的这个问题 必须是他能够懂的 他不懂 对 他也还是就是 对 打架啊 对吧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你收集完的数据呢 你得能够 能够model这个requirements 比如说我是用这个 用这个documentation啊 还是用这个excel啊 还是用什么use case啊 就是说你做完 因为你做好这个requirements 你也明白它什么意思了 然后你把它整理完之后 你得回去叫人家 approve啊 对 好像是怎么回事 对吧 这是你写的东西的别人 能看懂啊 是的 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你要package requirements 比如说这个requirements里面 都会包括哪些东西啊 比如说什么 一些有一些standardized的标准 比如什么scope啊 什么这些东西 反正这个就是说我现在听懂了 就是说你现在对于你来说 好像技术倒不是特别难的是吧 就是说你如果要给我的requirements 我是可以能够做出报表的 问题是说我好像理解你这个requirements 以及这个把你这个requirements 就是nale down detail 这变成一个最大的问题了 是的 因为他们其实是 有时候他们也是稀里糊涂的 他们跟你讲的时候 你本身不懂流程就更稀里糊涂 然后很多情况下 我们我们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的工作 最主要的是做各种讨论 他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你给的是他需要的吗 然后对就是这是最大的一个花时间的地方 那其实Cherry 你的title就是business service 哈哈哈 因为你看你的工作里面 如果这个不管的话 其实就是说 嗯 你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在 你这样想象 嗯 如果你要是和比如说clinic trial 比如说他这个clinic trial 这个有一个business 这个这个人啊 他的要求 如果你能够把它整理清楚 然后你把它写下来 然后呢你又有一个solution for responding his request 那这就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就是变成一个it的项目了 然后呢你自己呢 你自己呢 你自己呢就成为一个 比如说你这个 你家这方面啊特别强 你特别不要提醒他的这个requirements 那以后的老板可能就会给你配两个专门做report 说哎那个cherry你不要做了 好好 你就和这些人去聊他 那你不就是真的变成一个business requirement 呃那个analyst 希望吧 哈哈哈 嗯 嗯 好cherry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看你现在已经工作了两年了啊 嗯 然后工作听起来呢也都是一些顺利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呃 What's your next step for your career 你下一步你准备做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就是 因为你现在在就是属于就是跟那些 就是跟病人那些数据打交道 我觉得应该是以后肯定是再找稍微大一点的公司 然后就比如说在伦敦 因为伦敦的医院很多 就是我们其实也不是说所谓的很大 他有更大的 比如说叫什么London Health Sun Center 这个比我们牛 然后有可能就是有希望有可能会向那边申请 因为我们之间是我们周边是很多就是都是有过和 都是有联系也有合作的 嗯 只是工作的公司不同 只是人家比我们大一点 有可能我们没有人家那么强壮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那你觉得这是你的goal 就是work with the company with a better organization side organizational side 那你准备怎么做呢 好就是你今天明天想跳跳跳船 drop the boat 嗯 嗯 从那个一个那个小山板跳到泰坦尼克上 你怎么跳上去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就是比如说他们大公司跟我们是有合作的 所以我们之间是会跟他们有接触的 就有时候我会去伦敦那个什么university hospital 有时候会开会去或者怎么样 就多跟人聊聊 聊聊然后他们他们在用哪些东西 或者说我需要再多强壮 当然最重要你还是要对自己这块就是业务 这块得熟悉 这是最重要的你才有资本去跟人谈 我以前在那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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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 差不多应该就是写就是懂自己的业务 然后增加自己的那个什么tool 就是技能 对 嗯 我觉得我觉得 嗯 我给你我给你提一点建议啊 嗯 好的 就是第一个呢 首先肯定是你抓的这两点都是对的 但是这个呢太大 什么意思就是说 嗯 不是特别没有办法去实施 你比如说你现在第一点呢 其实你应该放在buildup这个professional的这个network 嗯 对吧 你这个圈子里面 你首先你要identify出来哪些是你的target 比如说一二三就这三家公司 然后呢 应该去如果他们有twitter啊有facebook 你就应该去follow follow完之后呢你要在上面 没事就发表的意见啊或者什么 没事就congratulation一下嘛 对吧 ok 首先你要 首先你要会碰到两手 然后呢 那两家公司里面 比如说这三家公司啊 反正你就是每个人都发invitation 反正你肯定会有人加你的 因为有的人手签他就 你看有 ok 你在每个公司里面加个十个八个的 哎 嗯 这个公司里面你就有一些insights 是的 对啊 有一些insights 然后呢这些像你刚才说的这些 这种那个convention啊 meeting啊 是确实是一定要参加的 嗯 这两点就是你去build up 你这个profession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知道吗 像你们这个好像他都会有这个专业协会 你有没有参加这个专业协会呢 没有 专业协会 ok 不太懂这个词 你要有 他要他肯定会有他的各种各样的association啊 什么的你要找到 然后呢 attain this association 就是那些 这样的话呢 你就差不多用半年啊 时候的时间你先去 就是说找工作啊 和换工作 找工作是必须要找到 你有什么工作的事情 赶紧找到 换工作 嗯 换工作就得有目的 有目的 有目的 有目标的这种 就是不能乱跳了 跳一步至少得涨一万块钱吧 哦 是吗 那挺好的 要来就不能动了 跳一下至少哪一万块 第一点 所以我觉得build up in a professional network 然后就是下一步呢 就是know the business that's very important 就是know the business 并且呢 应该是 not only know the business and also know how to connect or convert the business to the technical language that the technical people can understand 就是 on one side 在 you are the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bridge the gap one side is business people 然后 the other side is technical people 对吧 嗯 you are the one 你就把这两个都 bridge 所以说你呢 一方面呢 你必须要懂这些business的东西 同时呢 你一定要关注这个technical的发展 这样的话呢 你就成为一个interpreter了 你这边呢 你corporate with the business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you can provide the interpretation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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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 这应该是就是 你刚才提的那些东西的implementation级别的细细 哈哈哈 我觉得你非常简直的非常详细 哈哈哈 很好 我没想那么多 我就觉得哎 你说吧 我就觉得嗯 好像我就应该要这么做 我感觉嗯 对 你说的太好了老师 哈哈哈 那个 那你以后要经常跟我聊天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感觉哎 好像好像 嗯 感觉甚至加薪有希望了 加薪有希望 好 那我问你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啊 那个 嗯 好的 所以说呢 不想耽误你特别多时间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呃 如果你现在 又回到华姐了 嗯 去参加你的那个 比如说 学妹呀 学弟呀 那个毕业简历啊 或者什么 然后人家 人家 那你现在 你最想跟他们说的 比如说提三点建议 你想给他们提什么建议呢 你说是怎么找工作吗 对 我觉得第一 我觉得他们先要知道 现在就流行 现在最流行 就是说他要找什么工作 然后这份工作 最需要的是哪些 就是软件需要用 第二呢 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有工作的 那个面试什么的 一定要自信 不能感觉好像 就感觉很害怕 他问的不懂 不懂 就我觉得 你不懂的话 你可以不要说你懂 当然你懂一点的话 你要说你懂 因为每个人对懂这个 概念是不一样的 他觉得这些东西不算什么 但在你眼里 你觉得都是很好 有可能他会因为你的自信 或者觉得 就会给你这份工作 嗯 就是你都别的干不了 别人没法让你干了 对 反正你懂一点 你就可以表现得你懂很多 因为他不会问你很多 因为老板他其实只是懂个大概 他不可能懂很细的东西 当然你要不懂 你千万不能说 你懂万一他稍微问一点东西 你要不能回答 我觉得不是很好 嗯 所以说你前两点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申请什么工作 然后这工作相关的 skills tools knowledge 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 very very specific 不能就是说 对 知道大概什么的 第二点呢 就是说你要be confident in the interview 然后呢 但是呢 就是你去interview之前 当然你要准备好 对吧 是的 这点很重要 最后一点我觉得 还有应该是就是朋友之间 那个要多建立一些联系 这样有可能有人可以给你一份工作 如果有点工作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嗯你你拿到面试 甚至你进入这家公司的机会 会比别人要大 就是这个referral 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吧 对 嗯 OK 嗯 那么我觉得呢 就是你总结的都特别好 然后 嗯 我也觉得我很认同你讲的这个东西 嗯 谢谢 我觉得都是跟你学的 真的 哎呀那不能这么说 这个师傅里面修行全靠个人啊 你今天能走的这么远 一定不是因为我 一定是因为你自己 哈哈哈 但是就感觉 以前感觉上课的时候 感觉你这些要懂 但真正去上班的时候 我觉得说 哎你说的东西他们都有设计 而且人家在谈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傻子 你会虽然你不会去干这样的东西 你会虽然你不会去干这样的东西 有些比如说developer在干 但是你都懂 虽然你不知道到底怎么做 但是你是懂的 就是你知道这个Google流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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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就比如说你以前叫什么S S RS SAS SSIS 这些东西其实 我们不用做 但是有时候你看到别的developer 在做什么SSAS 或SSIS 你会觉得哦 我好像也有 有点懂 嗯 对 所以这些都是那个CQPI上面的 对 嗯 好 行 Cherry 那我就那个再一次谢谢你 你看我 老师太客气了 哈哈哈 然后那个有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然后你这个以后再有什么 create development的问题 你也可以再来这个找我 咱们讨论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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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就深知加薪没问题了 哈哈哈 好 谢谢 好的 好的 嗯 好啊 这个刚才那个就是Cherry 跟我们聊了一下他现在做的这些工作 其实我找这么些以前的同学也好 以前的这个同事也好啊 跟大家去聊这些工作的事情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告诉你 其实外面的工作并不是这么难 啊 并不是这么难 只要你准备好 当然你这个方向要就是把握好 就是说不能有什么虚假的这些东西 但刚才Cherry也说了 但你只要会一些东西啊 你就应该比很多人强 大部分同学是 你看我这个 在做肯定做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深有感触 呃 百分之七十的这个学生啊 就是咱们中国的学生啊 呃 他觉得 甚至家长都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大学毕业我能找不到工作吗 我怎么可能找不到工作呢 呃 什么我多大的 我是滑铁炉的啊 我不可能找不到工作 呃 那你可能就会十分失望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 你就基本上找不到工作 不是基本上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 滑铁炉的就业力高是因为什么 滑铁炉就业力高是因为滑铁炉 就踢出去了 对吧 就给你踢出去了 那可不是吗 那最后所有从co-op里面毕业了 都是已经这个毕业之前已经工作了一两年了 他就不是找工作了对吧 他就是在换工作 他跟你能一样吗 所以呢 就是咱们去就是刚毕业的同学啊 就是以前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呃 经验 比如说去这个呃 co-op啊或者是什么 你一定要相信 就是 如果能够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面准备好 你是可以找到工作了 但是不能take chance 7%的同学就是认为 我不用准备什么 我就能找工作 你找不到 负责任的跟你说 呃 那怎么准备呢 呃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数学啊 像这种econ啊 像这种business啊 你去找这种啊 analyst这种工作 data analyst business analyst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啊 呃 当然具体的东西呢 呃 我会在视频里面会 会慢慢的和大家去聊 呃 下一次呢 呃 Q潮主谈六月第十三个呢 我有可能是我来聊一下呃 business analyst 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sdlc 有可能聊这个 有可能聊这个 也有可能是再请另外一个呃 以前的这个这个这个同学啊 他现在是在做我也忘记是做facial science 才会cold analyst 来谈一下他的工作啊 是什么情况 反正我请的呢 都是呃 毕业时间不长啊 对你们这个找工作会有帮助的啊 因为他刚毕业和你这个刚毕业这个这个情况都十分相像 那呃 这种对你的帮助才才比较大一些 呃 好啊 那就今天就先这样 好 谢谢大家